相传在一个偏远的小镇里,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姑娘,她有一个住在山上的外婆。 爱丽丝今天你去看望你的外婆吧,她最近生病了,也没有人照顾她。 当然可以了妈妈,我最喜欢去看外婆了。 爱丽丝不愧是妈妈的好女儿,这是妈妈给你外婆带的土特产。 你带着她交给你外婆吧。 放心吧妈妈,我会亲手交给外婆的。 路上一定小心点,我听别人说山里面来了一个大狮子,可凶了,搞不好还会伤人,遇到的话就赶快跑。 放心吧妈妈我知道了,妈妈再见。 哈哈,今天真开心啊,一会到了外婆家,外婆会做什么好吃的给我呢? 好多漂亮的花呀。 这些花好香呀,要是能带一些给外婆就好了。 什么声音,我好像听见女孩的声音了。 呀,老天爷真是对我不薄啊,竟然有外卖送上门来了,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 你是谁,看着我干什么? 难道你不知道,我是这里的山大王吗? 凡是这座山里面的东西,都是本大王的。 原来你就是妈妈说的坏狮子。 没错就是我,我都饿了好几天了,没想到今天饭菜就自动上门了,真是天助我也。 这位狮子先生能不能先不要吃我,我的奶奶生病了,还需要我的照顾呢? 那不行,如果把你放走,我今天又得挨饿了。 那这样吧,狮子先生,我说一个谜语。 如果你答对了,我跟你走,但是你答错了,就放我走,好不好? 行来吧,谁怕谁。 你可听好了,狮子先生,答不出来可不要赖我。 什么东西有五个头,但是别人都不觉得奇怪呢。 这这这,谜语到底是什么呀? 哈哈,想到了吗,狮子先生,要是你猜不出来的话,那就算我赢了。 气死我了,可恶,算你赢了,你等着下次别让我碰见你。 就这智商还学人家出来打劫,真是笑死人了。 天色也不早了,我得赶快去外婆家了,要不然天黑就麻烦了。 你怎么又来了,你说话怎么不守信用? 哈哈,我可是坏蛋,坏蛋怎么可能守信用呢? 上次被你用机给骗了,这次我看你往哪逃。 救命啊! 哈哈,你叫破喉咙,也不会有人答应的。 你还是乖乖跟我走吧,免得受皮肉之苦。 卫兵前面发生什么事了? 禀告王子殿下,前面有人拦住了路。 什么竟然有这样的事情,我去看看。 住手,你们在做什么? 王子殿下这狮子想要把我抓回去,当今天的晚饭,王子殿下求求你就救我。 你不用害怕美丽的女孩,这头狮子就交给我吧。 我劝你赶紧滚蛋,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 哈哈,真是笑死我了,你以为救你们两个就能打败我,简直痴心妄想。 你怎么知道救我们两个人呢? 我劝你还是赶快走吧,一会走不掉不要赖我。 哈哈,笑死我了。 你当我是下大的吗?今天我非得把你们办了。 王子殿下,我们来了。 可恶,怎么又多了两个人,我还是想办法跑吧。 王子殿下,您退后,我们拦住他。 行,这次就先放过你们,我记住你们了,都给我等着。 卫兵给我抓住这个坏蛋,不能让他再伤害无辜的人。 是王子殿下,我们这就把他抓回来。 这位小姐,你没事吧?需不需要帮助? 真的太感谢你了王子殿下,没有你的话我都不知道,该怎么办了? 没事的帮助你是应该的。 话说你这是要去哪?需不需要我送你? 不用了,我是要去外婆家的,然后就碰到了这个坏蛋。 我明白了,不过这天就快黑了,肯定到不了你外婆家了。 我能邀请你到我的宫殿里休息一晚吗? 他说的也没错,走夜路太危险了,好吧,那就麻烦你了。 上来吧。 哇,这也太豪华了吧,真的是太漂亮了,我的天呀。 快到晚饭时间了,我先带你去吃晚饭吧。 可以啊。 妈呀,这也太好吃了吧,我得多吃一点。 当然可以,你想吃多少有多少,不用急。 小姐,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。 王子殿下,你叫我爱丽丝就行。 好的爱丽丝,今晚王宫会举办舞会,我能邀请你成为我的舞伴吗? 王子殿下,我真的可以吗? 我保证没问题的。 那行吧,我答应了。 坏蛋已经被抓住了,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 太好了,我们赶快去惩罚那个坏蛋吧。 王子殿下,我们已经把这个坏蛋抓住了。 很好,卫兵做得不错。 然后把这个坏蛋关到监狱里面去。 没有我的命令,不许放它出来。 不要啊,殿下,我错了。 走吧,爱丽丝,我带你换身衣服。 好啊。 爱丽丝,衣服我叫人放里面了。 你换完衣服出来,让我看一下。 我看合不合身。 好的,王子殿下。 雷丝。 我很喜欢这套衣服,它很漂亮。 你穿上它非常美丽。 爱丽丝,我们一起去跳支舞吧。 我很乐意,王子殿下。 这天晚上很快就过去了。 王子殿下,昨天我玩得很开心,不过我的外婆还需要我的照顾,我今天必须走了。 没问题,要是遇到困难,直接来找我,我帮你解决。 多谢王子殿下了,下次再见。 终于到外婆家了。 哈哈,马上就可以见到外婆了。 外婆? 呀,是爱丽丝啊。 外婆,你知道吗? 昨天我碰到了一只大狮子,想把我吃掉。 那后来怎么了? 有没有受伤啊? 后来啊,那只大狮子被我……